2月8日,香港特区政府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军在每日疫情通报会上表示,当天没有新增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总数维持在26宗。 张竹军说,最关心的是本地感染以及可能在本地感染的个案。 本地个案最迟发病日期是1月28日,可能本地感染个案最迟发病日期是1月30日。 会密切留意未来会否还有这类个案以及发病日期,以评估本地传播情况。 此前曾经接载新型肺炎确诊患者的邮轮世界梦号,2月5日早上抵达香港启德邮轮码头。 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人员现场为旅客检疫,所有人未经卫生署许可,不准下船。 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港口卫生科总港口卫生主任梁耀康8日记者会介绍情况称, 目前邮轮上有数十人出现呼吸道病征,但对于新冠病毒的检测均为阴性。 梁耀康称,在征得专家的意见后,将对全船人员进行抽样检测,预计最快至11日能结束这项工作。 所以,为了审神检测均,专家建议向船上的所有工作人员进行一次新冠病毒测试。 由于船上,大家都知道有上1800多位员工,要为这些员工做所有的测试都需要一些所调的。 所以,我们预计是要4日后,2月11日才完成。